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 欸我沒有要動來動去啊 然後拍vlog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好好地坐下來聊個天 那今天的主題呢就是 如何成為一個part time youtuber 其實陸陸續續也沒有到很多 但是有幾個 就會有人私訊我說 欸有點想要自己拍影片啊 用什麼整齊軟體用什麼音樂 要怎麼兼顧時間等等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欸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因為我的工作其實就是 跟全職創動者合作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兼職創作者 所以我覺得我在兩邊可能 可以有一點點心得分享 然後大家在網上面可能看到很多人 就是分享說 喔如何成為一個youtuber 但是好像還沒有看過有人分享 如何成為一個part time youtuber 所以今天就用我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跟心得分享 那首先要成為part time youtuber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心態問題 有些人他一開始就決定說 我就是要做一個full time youtuber 那我覺得很棒 就是go for it 但如果你可能在財務上面有比較多顧慮的話 或者你跟我一樣 像我現在做youtube 你說會餓死嗎 我覺得倒也不至於啦 但會比較不穩定 然後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那個不穩定的感覺 所以對我來說 我邊做youtube 然後邊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我反而是比較開心的 不過當然啦 因為創作啊 或是拍影片剪影片 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未來有機會 他變成我的全職工作 那我覺得 哇太好了 100%支持我自己 但在那之前 我覺得現階段這樣子的平衡 我是還蠻開心的 總結呢 我覺得做一個part time youtuber 很重要的有三個點 第一個是你是真的喜歡拍影片 因為你很有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拍影片剪影片去創作 但是並沒有得到你想像中的回饋 所以我覺得能夠去把 享受創作這件事情 擺在第一優先順位 是很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呢 如果你在收入上面 比較有擔憂的話 那我覺得 從part time開始做起也很好 最後一個呢 就是得失心不要太重 我也有一段時間 就是得失心非常非常的重 我會覺得 哇怎麼做了這麼 這麼久 然後我這麼用心 想這麼多企劃 但現在看起來 其實都還蠻瞎的啦 但那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我花這麼多時間 然後怎麼都沒有成效啊 什麼的 但這就是一個過程啦 然後沒有必要把自己逼到絕境 因為 相信我 你的人生不是只有YouTube這件事情 它可以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 但是你不用把它當成你的全部 世界還很大的 孩子 人生還很長 OK 剛剛心態的部分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進入到 器材跟剪輯軟體方面的東西 那首先現在講器材好了 很多人會說 欸 那我今天要拍YouTube 我應該要拿 買什麼樣子的相機啊 它是不是很貴啊 但我知道其實很多創作者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用iPhone拍的 因為現在的手機啦 其實不只是iPhone 跟其他品牌多的手機 他們內建的相機 我覺得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加上影片其實 大家看的是內容 也不一定是 非要看到很high quality 就是看到你的毛孔都能夠看清楚的那種 嗯 也沒有必要 我個人其實在最一開始 我就有買了一台相機 那我買的是那個Sony RX150 第五代的 那最近其實他們好像剛出第七代 你可以去看9MAY 或是一些其他人的開箱 那一台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很厲害啦 那我那台用了大概一兩年吧 現在就是一眼拿去在日本用 那一台拍出來的畫質跟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是它因為沒有辦法換鏡頭 所以我很想有那種就是 拉近拉遠的效果 會比較沒有辦法達到啦 所以我後來就換了一台 我現在正在拍的是 Canon的EOS M50 它從外型上面看 比較是簡化版的M6 我自己用下來是非常非常的滿意的 因為它第一可以加麥克風 第二可以換鏡頭 然後第三它的體積跟重量都比較輕 所以你出去拍Vlog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其實個人非常的推薦 我現在用的這一台 如果你偷偷關注一些國內外的創作者 你會發現他們新的那個 CAMERA都是EOS M50 所以我就覺得 哇我那時候買真的是買對了 那在拍Vlog方面 我看到比較多人用的 就是像我剛說的RX100系列 或者是M50 M6 或者還有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是 Canon G7X 這一台也是 Oh my god 這台也是Vlogger必備的相機 如果預算沒有到那麼高的話 我建議可以從G7X開始 或者是這台M50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拍比較高階 就是想要看到你臉上每一個毛孔的話 我看過有人用Sony的6400還是6500 Canon的70D或80D 或者是5D跟6D又是在更高階了 再來我覺得如果拍了一陣子之後發現 你是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想要再投資一點進去的話 我個人非常的推薦買一個麥克風 我現在這個麥克風是Rode的指向型麥克風 這個是我在買我現在這台相機的時候 它有一整個套組 然後我就一起買的 但我發現有買跟沒有買真的有差 就是你在剪輯的時候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那個雜音多跟小的差別 你如果看比較大型的製作節目 他們通常是會在 升上別一個麥克風這樣子去收音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真的是比較專業的啦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一個人拍的話 你買那種毛茸茸的Rode麥克風 或是像我現在這個指向型麥克風 我覺得就很夠用了 但是有買有差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品質上面 再往上一點的話 麥克風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呢是剪輯軟體 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是從iMovie開始自學 那個Final Cut Pro 就一路用到現在 如果你看到影片裡面有些什麼 會跳出來會抖啊 的轉場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我陸陸續續在一些 專門賣插件的網站上面購買的 之前買的網站叫做Pixel Studio 它那邊就是有那種字啊動畫轉場 就是各式各樣的套組 這個其實慢慢加起來也是蠻多的啦 但我覺得大家自己試自己的情況 跟自己的需要去買就好了 就是不用勉強 再來呢就是我個人在剪片上面 最注重的一環 就是音樂 因為它可以帶動看的人的情緒 跟我自己在剪片的心情 就是顧慮到自己好不好 對 那當然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版權的問題 不僅僅只是你的影片 可能會沒有辦法用在盈利 然後再來也是對原創作者的一個尊重 所以除了YouTube的免費音效庫之外 其他有一些音樂版權free的網站 比較像是用訂閱的方式 你每個月付多少錢給這個網站 你可以無限量的download它上面有的音樂資源 那我個人有在用兩個網站 第一個叫做Epidemic Sound 這是我最一開始使用的 那第二個呢叫做Artlist 這個是1加1的Ling 就是帶領我進入Artlist的世界 那我發現裡面的音樂跟那個Epidemic Sound 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然後種類也更多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看每個人的需要 你可以去選擇適合你自己的音效庫 他們都會有那種就是可能30天的建想期 或者是免費試用 你可以再決定要不要繼續訂購這樣 這幾個網站我都會把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資訊欄裡面去看一下 看有沒有適合你這樣 另外其實有蠻多音樂它是 YouTube是沒有在擋 那這個時候我都會把音樂的出處放在資訊欄裡面 就是多多少少我覺得是對於音樂創作者的一種尊重 最後呢我覺得是很多人 包括我在內會比較struggle的一點 就是時間分配的問題 剛剛前面講的其實是可以apply到 就是全職跟兼職創作者啦 不過我覺得就兼職創作者而言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分配你的時間 對我來說呢 當然我的正職工作 還有我跟家人朋友的相處 算是還是在第一位的 但是拍片也是我很重要的一個熱情跟興趣 所以我要怎麼去分配我的時間呢 要拍一支影片的話 我大概可以breakdown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企劃階段 第二個是拍攝 然後最後是後製跟剪輯 那企劃的時間其實也不一定 加上我很常時候是拍vlog 所以其實並沒有什麼企劃的時間 除非是我今天可能要去一個vacation 或者我今天要跟一年出去玩 那我可能會想說 在那邊有沒有什麼值得拍 或者是像我現在要拍一個比較資訊型的東西 那我就是會有一個企劃的時間 拍攝時間呢 就會看你今天拍什麼而定 如果像是vlog的話 它可能會take一天到一個禮拜不等 像我今天拍這樣子的影片 可能就是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就會結束 最後後製的時間呢 我大概抓平均都是八到九個小時左右 所以其實製作一支影片 可能需要的時間會達十幾個小時 首先除非企劃需要 不然我拍攝的時間一定都會在假日 如果碰到一些出去玩啊 或是比較特別的 我就會多拍幾支 就是存著慢慢剪 在剪片上呢 我通常都是假日的時候 每一天至少剪三到四個小時 平日時間許可的話 我盡量都是抓至少一到兩個小時去剪片 目的就是希望我可以更好的每個禮拜都上片 但是這個當然就是 當然如果我工作比較忙 或是我在traveling的話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難 就是盡量吧 我也沒有要把這件事情 變成我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反而放開心 然後可以開心些的去做 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 你會做得更開心跟更長久 我希望做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直都是快樂的 如果我今天讓它變成一個 好像讓我自己每天都很stress out 或者是很沮喪的話 那我覺得不如就不要做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假日剪 大概三到四個小時至少 然後平日的話 每天抓一到兩個小時 這支影片好像沒有講到太多 跟兼職創作者有關的東西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吧 做兼職的話 第一個真的是熱情 你要真的很喜歡拍片剪片 你要很享受創作者的過程 你才有辦法就是繼續的做下去 很有可能就是你做下去之後 機會就來了 那也說不定對吧 第二個是保持自己的風格跟原創性 第二點是我純粹個人的意見 大家可以不用同意我沒關係 第三個呢 是當然就是做兼職的話 真的是注意身體健康 因為有些人可能有家庭 有工作 然後還要再兼職一個youtube 其實這件事情的loading是很重的 可能真的要稍微調整一下 自己生活的步調 然後不要讓自己過度的操勞 因為真的不值得 開始接觸youtube 開始拍youtube 是我人生中做過數一數二正確的決定 那我也一點都不後悔這件事情 我非常的感恩 所有這一切 就是帶給我的經驗 但其實人生中 你還能探索的事情 你還能夠去經驗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youtube不是你唯一的一條路 youtube也不是我唯一的一條路 就是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最後呢 就想跟所有想要做youtube的朋友們說 如果想做的話 就做吧 Just do it 欸這不是Nike廣告喔 Just do it 說真的啦 就是你沒有做 你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成果是什麼 你不會知道 你可能會從中得到什麼很好的經驗 這些事情都是 你知道 嘗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大膽的去 And just have fun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可能不要停為你的手動啦 就是說堅持youtuber什麼的 不過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會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任何問題都歡迎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交流 對我還要講什麼嗎 嗯 Anyway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要參觀一下 OK OK 先看看 阿 OK 好 阿 紅 阿